大家好,我是Roy胖 今天這部影片跟所有的開箱什麼都沒有關係 主要是來宣布一下頻道未來的一個新的變化 有長期在觀看我頻道影片的觀眾可能會知道我的一直以來的一個做法或者說是一個習慣 就是當這個影片如果它是個業配影片就是跟廠商有合作關係的話呢 我就會在片頭畫面結束之後呢放上一秒的贊助揭入的圖卡 就像現在畫面看到的這個樣子 但是老實說這個做法每一年給我帶來了蠻多的困擾 主要是很多廠商他可能不希望去放這個畫面 就我個人的立場會覺得其實任何的業配啊或者是廣告行為我都覺得是很正常的事情 做任何工作本來就是需要有這個收入的來源 那業配呢它就是一個收入的來源 但是呢同時我又覺得這件事情必須要讓觀眾來去知道他們現在看的這個內容 它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態 也就是說他們在看這些業配影片的同時呢 他們要知道說這部影片它是跟廠商有這個合作關係的 這個並不代表說這部影片的內容我可能就會亂講或者說講一些欺騙人的話 相反的其實在合作溝通的過程當中呢 我也會針對廠商其實有時候會提出很多的疑問 甚至是說有時候廠商他希望我用怎麼樣的講法 但是我真的覺得這個講法不OK的話我其實都會把它打回票 甚至最後沒有合作成功的其實也是有 但是無論如何呢我還是希望說可以讓觀眾在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他們有足夠的資訊去判斷這個影片的狀態是怎麼樣 像我在做評測的時候我會堅持把比如說實拍照的原圖 或者是說甚至一些遊戲測試啊或者是說一些測試的數據 完整去把它公開 這樣做的最大目的呢其實就是希望說可以提供觀眾更完整的一個判斷的資料 你可以聽我怎麼講但是如果你真的不相信我 或者是說你有對我講法有懷疑的話 你可以透過這些所謂的實拍照或者是這些完整的數據 去得出你自己的結論 那回到最一開始講的那個贊助畫面呢其實也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希望提供給大家最完整最明確的一個提示 告訴大家說這個影片它的真實狀況是怎樣 但是就像一開始我講就算只有短短的一秒鐘 但是還是有廠商會覺得不希望我這樣做 那當然我也是會不厭其煩的去嘗試跟他們溝通啦 包括像是跟他們說目前的趨勢既然是有付費廣告的話呢 就還是去做一個妥善的揭入這樣子 不過呢每次這樣子一來一回的時間浪費了非常多的力氣 才去做這個說服的動作 那我原本是想說因為自媒體越來越興盛嘛 那業配的情況呢其實越來越普及 那應該越來越多廠商會認同這個合作揭露的這個行為 那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我的主力應該是越來越小的 但這幾年觀察下來呢其實我覺得狀況並不是這樣 還是會不斷由廠商來針對這件事情來跟我做爭論 那我浪費了非常多時間在溝通這件事情 甚至有的時候我覺得其實產品本身還不錯 那我其實如果照我自己的寫法下去講的話呢 其實也不太會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就是因為這一秒的畫面讓這個產品的評測呢 沒有辦法正常的這樣公開來 那我覺得這個對大家來講都是一個損失 所以講這麼多呢就要進入今天的重點 重點有兩個 第一個呢就是從現在開始我會取消這個贊助畫面的這個做法 而且我看到目前山西圈啊不只是台灣啊 其實海內外包括中國那邊也都是 基本上也沒有人這樣做的 所以感覺最後剩我自己一個人在那邊堅持 好像大家好像也不是很介意這樣子 那我會覺得 呃 這樣做的價值到底在哪裡 但是呢這並不代表以後在我的頻道就分辨不出來 哪一支影片有合作哪一支沒有 這邊呢就是要教大家怎麼看 其實呢YouTube頻道它本身在後台上傳影片的時候就有一個 呃是否有合作就是有業配的這樣一個勾選的欄目 那當一部影片有勾選這個欄位的話 在觀看的時候呢 你們的呃 你們的左上角就是我的右上角 這邊呢會出現一個標示 就是說這部影片它其實是有廣告合作成分 所以說其實就算我不放這個一秒的畫面 但是呢其實觀眾還是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說 哦這是一部合作影片 所以這也是我為什麼決定說要取消原本做法的一個原因啊 主要也是因為 YouTube其實它本來就有一個這樣的設計 之前的話我等於是做雙重寶藏 也就是說我自己也放那個畫面 然後YouTube的這個打勾呢我也去勾 那以後呢就變成只有YouTube後台的那個打勾 那大家呢就可以從畫面的左上角這個標籤呢 來去知道說這部影片的一個狀態 等於說對於觀眾來說呢這個 完整的資訊接入的這個狀態呢其實是 跟之前都是一樣的 那在我這邊來講的話就是跟廠商在溝通的時候呢 他們比較不會為了這件事情 在那邊糾結半天浪費很多時間 那因為擔心有些人可能會不知道 左上角這個標籤可以看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才拍這影片 教大家怎麼樣去分辨影片的合作狀況 當然我也知道這個打勾的動作呢 其實是必須手動去打勾的 那我也有看到一些其他的頻道 可能不一定是3C的啦就是 各家的頻道 有些內容看起來感覺好像是宣傳 但是呢他就沒有做這個打勾動作 也是有 但是呢我可以在這邊跟大家承諾 就是至少在我的頻道裡面 假設是有這種合作影片的話呢 我就會去打這個勾 所以呢大家一定可以從我左上角的這個標籤 來知道這部影片的狀態 好今天這部影片呢就是簡單跟大家講一下這件事情 也算是解決了我長期以來的一個困擾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啊這就是妥協啊或是怎樣 嗯沒錯啦這就是一個妥協吧就是 啊我也是猶豫了很久啦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很介意的話呢 我也只能可以說不好意思 那你可以退訂或是怎樣都沒有關係 好但是呢這件事情我覺得還是必須要做 那整體來說我覺得也沒有損害到 觀眾的一個權益 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含也請見諒